国外小伙总是会拿着马桶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实验 曾经就见过有人把马桶做得非常的大 直接拿着它当浴缸来用了 这看起来可真的是有些难以接受 甚至还往马桶里塞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看起来也是真够难为马桶的 最终也是没能中得下去 还把马桶给堵住了 于是小伙就觉得马桶实在是太差劲了 就准备修理一下 修理的方式总是那么的硬核 又准备了大量的鞭炮都倒在了马桶当中 当点燃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一阵火光 紧接着地上的土也都飞了起来 看起来都替马桶感到非常的畅快 当过来之后发现马桶已经不见了 也只发现了几块马桶的碎片 也可能觉得用鞭炮实在是过于暴力了 又换成了一些打火机 把这一千个打火机都塞进了马桶当中 当然肯定不能在家里面试验 栏外就开着车来到了野外 首先安抚好马桶的情绪 接下来就给点燃了 点燃之后并没有像鞭炮那样发生爆炸 反而从里面出现了一股一股的火焰 应该是里面的打火机一个接着一个的裂开了 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燃放烟花一样 等到最后发现马桶依旧是裂开了 应该是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吧 大家可千万不能模仿啊 感谢观看